拿幾隻特別的錶給大家看 這隻很特別 啡面的 這隻 這隻 4黃 5黃 5黃 我選一隻 Poly 我們 那邊看看 好 第一隻 我跟大家說一下 有一隻拍了Philip Pil Philips 3700 Nautilus 拍賣價是 55萬 至到 100萬 100萬多 我只不過 如果 這個Pil Philips 這個Nautilus 我最喜歡的 370 最早的第一代 簡約 原本是一個藍色 變成整個 Trop 啡金色 比較少有 一般 我自己也有玩過 見過不少 3700 但是 Trop 如果真的變色的 比例很低 我想 十隻 都未必有一兩隻 這個是一個 相對非常罕有的版本 可以變得這麼漂亮的 啡色 第一代 70年代初期 當時出的 大多數都是藍色 或者有幾點金色 或者好像變壞了 但是 全隻啡色 真的很少 所以 非常不錯 第二隻 第二隻 我最喜歡看的 就是這隻 一隻 Oyster版本 6265 的Polyman Oyster版本 色仔字 所謂 Polyman 6265 據我所知 那年份 應該是 70年代初期 是 一個 Mk II面 對齊 很奇怪 不過最特別的是 它是 有一個 Chaptering 是Tropical的顏色 很漂亮 那個 面 是很乾淨 沒有花痕 夜光都很齊整 那麼 股價呢 就是 220萬 去到400萬 那 以我所知 如果 一個 沒有Tropical的 都說 要400萬 這個股價 也是相對 比較保守 因為 是 Tropical的Polyman 的面 我拍 都會 比起 正常一般來說 是多一半以上的 那 我估計應該 就是 都幾大機會 是可以 拍得 over了 這個 而且 我聽到 這個是 比較特別的 是 客人會收藏 對 它是 原本的 屬於 原本的屬於 來自日本的 是的 一個屬於 屬於 日本的 更加有一個 歷史的代表性 這個是 第三隻 我看到一個 PCG 一個尖嘴殼的 一個512的 512的 Version 四行字 但多數的 就是 早期入 Chapter Ring的 面 的潛水 多數都是 兩行字 四行字 代表它是 一個 有天文台認證的 版本 運動碗錶 所以 出產量 是相對少很多的 比起 Normal 就是 兩行字的 一個 512 這個面 都是 就是 中上的 quality 你看到 花崖 其實是 在膠上 這個面子很乾淨 夜光 夜光 是 好齊整 即 沒有什麼 崩潰的 這個 股價 就是 25 到 50 萬 這個 也是一個 比較保守的 估計 因為 現在 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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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行字的 512 的 比如說 也在說要接近四、五十萬元 所以一個Four Linus 一定是可以 oversuit這個價錢 我相信 狀態也是中上的質素 有少少磨果 這隻鵰是屬於原本屬於原本屬於 也是在日本的 這又是一個歷史的故事 是來自一個日本的收藏者 主持的這隻鵰 這些鵰都接近六十年的歷史 所以很久了 很舊的一個潛水系列 今次介紹了這三隻鵰給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